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转债跟国外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之前来看 就是转债的发行人有比较强的一个转股意愿 第二个是国内的转债有这个转股价下修的条款 这个国外是没有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话这个正股比较难以做空 主要是这三点跟国外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之前 就是其他人做过的一些模型 最早是77年 国外有人就是把这个BS提权定价模型 放在转债的定价里面 他们认为转债可以看作是一个存债 加一个欧式勘掌期权 然后到了94年 高顺有这个二超数模型 模拟股价变动 算了一下这个转债的一个定价 国内的话 我们现在分析的最多的是04年 夏美那些的 郑正龙还有林海 他们做的一个转的一个定价 他们有三点角色 在后面我们的模型里面也会用到 第一个就是说 在国内的话 这个发行人里的一个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是你尽可能找的 你比较高的一个转股价 促使这个投资者能够转股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下修条款这块怎么处理 刚才也说过 国外的话没有下修 国内的话我们有这个下修 这个下修是怎么处理的 一般来说我们知道是吧 转债的这个发行人 只有在他公司的这个转债 有这个回收压力的时候 他才有动力调低转股价格 当然调低的这个幅度啊 仅仅使得给这个转债的这个价值 给这个回收价格高一点就可以了 不会调 不会调的很低啊 第三个就是我们把这个转股权 当作一个欧式期权的处理啊 这个为什么这样处理啊 我们的完整报告里面会有后面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链接啊 会告诉了小子问的里面 来渴一下 你就直接搜什么可转站定价模型 第三个我说一下我们做的一个模型啊 我先说一下一些假设 第一个我们是考虑考虑股价的啊 这个也很简单 第二个就是我们假设股价是服从一个几何不难运动的啊 这个里面波动率Sigma 我们是用之前一年的一个历史波动率 估计这个股价的一个波动率 当然波动率是吧 你有不同的就是取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这种历史波动率是吧 我们这里用的是一年的数据 你也可以用两年是吧 三年或者六个月的数据来算一个波动率 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二个的话 你可用那个Guts模型是吧 用Guts模型构出一个波动率 这个也是一种处理方法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那个 我们用这个转债价格啊 反推出这个转债它的正股的一个隐含波动率啊 用这个隐含波动率来作为这个Sigma的一个 一个就是这么说 一个估计啊 主要是这三种方法 让大家自己可以做一个调节跟比较啊 然后就是转股条条款 我们当做一个欧式期权的处理啊 第四个就是我们考虑利益的一个风险啊 第五个是 违约的话我们是考虑的 第六个是我们引入的下修概率啊 下修这个东西啊 就是历史上之前大家的处理方式 主要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简化模型忽略下修 认为下修没有意义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就是认为 只要把它回收条件的话 就会发生下修 就是我们怎么处理的 我们就引入了一个下修的一个概率 就是说在下修的时候 这个概率是0.6啊 这个下修当它到了回收期 触发这个回收条款 或者说下修条款的时候 它就会下修 这个下修的这个幅度 我们是取了一个函数啊 一个是这个表决日前20个交易日的一个均价 上幅10%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还要使得这个下修之后的转股价 你这个幅度足够大 使得你这个转贷的这个价值啊 能够达到你的一个回收价格啊 所以要取得这样的一个一个函数啊 最后我们的这个求解方法 是一个蒙特卡拉模拟啊 蒙特卡拉模拟它的原理 我也简单的啊 说一下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先假设股价服从一个 几何不难运动 那我们就可以模拟从当前时点啊 意识到这个转债的到期日啊 你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路径 是吧 根据你的这个股价路径 然后再结合你的转债条款 你每支是吧 这个转债 你的一个退出的一个收益啊 退出可实现的一个收益 我就是知道是吧 如果这条股价路径之下 你这个股价表现很好是吧 一直涨 那你肯定会触发什么 强制输回是吧 这个车投资者就要被迫转股是吧 退出 那我们就你转股退出之后的收益 再按照无风险收益率给你折回来 是吧 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你这个转债对应的正股价格表现很差 是吧 那你肯定会触发什么 触发回收 那回收的话 我们刚才听说过是吧 你可能会下修 那你下修可能成功 可能不成功是吧 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你就有一个债券的形式退出 那我们就以回收价格是吧 再按照相应期限 相应等级的一个信用债的一个收益率 把你未来一个退出的收益 给你折现到今天是吧 当然如果你下修成功的是吧 那我们在后面接着看 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退出的是吧 总之你给另一个股价路径 还有你这个转债的一个条款 你这只转债你退出的一个收益 我是清楚的是吧 然后再把这个退出的收益 贴线到今天 然后再取一个 再取一个平均值 是吧 我们这个是模拟的5000次 当然这个次数 可能比较少 是吧 因为主要这个东西计算速度的会影响 当然没关系是吧 也可以模拟5万次 50万次 10万次 这个都没有问题是吧 模拟40多的话 最后这个模型的精度 肯定会 肯定会好一些 这就是模型的一块 最后我说一下我们的一个 时针的一个结果 这个的话做得很早 我们实际上4月份 4月份就做出来了 其实当时看的话 我们之前的一个思路 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根据 你这个 转债的一个模型 散出一个理论价格 是吧 然后市场价格就是什么 市场价格就是这个 这个转债啊 它的一个 当天的一个收盘的一个价格 就是之前的话 我们认为就是模型价格 比市场价格偏离度 如果很大的话 说明了这个转债 很可能 很可能被低估了啊 所以说未来的话 可能具备一个 好的投资价值啊 这是之前的一个看法 但是后面的话 我发现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整体来看的话 就是上交所 转债的这个定价 比深交所要好啊 它的模型的这个偏离度 会低一些啊 为什么 因为上交所 是一些大票啊 相对说 它这个波动率的话 相对于说 估计的偏差 可能会要小一点啊 身交所是一些中小票 所以这个模型的 算这个结果啊 这个偏离度会大一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一些价格偏低的转债啊 它这个模型的这个定价 跟一个实际的定价 偏差很大啊 这个问题 对它在什么上呢 因为我们假设是吧 这个狗将服从一个 几何波兰运动啊 但是其实有些股票啊 你如果看到这个价格的话 很奇怪啊 它可能是个 是吧 一路下跌 这样一个态势的 所以说 这个的话也不尽合理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有些转债啊 它其实是有信用瑕疵的 比如现在看这个 灰丰是吧 我们既然说 它这个价格啊 比这个债底还要低啊 但其实是什么呀 其实根源还出现在 这个信用的一个评级上面啊 国内这个信用战士 老大也都知道是吧 评级区分度啊 区分度不高 这又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定价的时候 是摩托卡拉模拟啊 然后再贴线是吧 那这个贴线率 就会出现问题啊 所以就会 这两个原因 总和它一起 就会出现一些券啊 它这个定价的偏离度 会会比较高 就是总体来看 这个排序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你这个价格高一点 你这个排序 会会会 怎么说 这个排序会高一点 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价格 如果模型里面价格 定价 低一些 这个交易就可能也要低 这个排序问题不大 就是我们想用这个模型的话 来给大家就是说 提供 提供一个思考 是把你显卷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别的 不一样的一个思路 大概就这个样子 当然具体更多的细节 有兴趣 也希望 就是大家 再跟我 再跟我做一个交流 大概就 大概就 大概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有点 对啊 我们都看得到 我们都看得到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